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上個禮拜是要死不活 結果今天台北股市呢 大漲 那到底後面會怎麼走 待會兒我慢慢來跟大家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今天指數表現不錯 開高震盪走高 目前上漲了173點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 台北股市今天漲起來了 可是現在的指數 也差不多還是在月圈附近 對不對 那到底這個盤有沒有機會 繼續再往上攻 還說這邊會走一個震盪 或者是會不會破月線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因為最近的走勢就比較出現一些震盪 因為最近應該說 尤其這個禮拜 那個除息的股票非常的多 所以指數可能會稍微有一些失真 但問題是你台北股是未來的動向 其實跟美股都有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的分析還是一樣 我們會從國際金融的角度 我們慢慢去推 到底這個盤是漲是跌 其實都有理論依據 不是那邊靠感覺好不好 我們來仔細看 禮拜五的時候每股四大指數都漲 那為什麼會漲 因為禮拜五公佈了一個 聯準會最重視的一個數據 它叫做PCE嘛 這個個人消費支出嘛 你到底通膨狀況怎麼樣 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說PCE呢 五月份個人消費支出的物價指數 年增3.8% 符合市場預期 遠低於市場之前預期的4.3% 低很多對不對 可是你要注意核心通膨呢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算頑強 這什麼意思我們注意看 其實禮拜五公佈的PCE 跟上次公佈的什麼CPI 似乎差不多了 原因在哪裡 你看嘛PCE指數都有降 前值4.3嘛 啊終於破市了來到3.85 大家都想說哇通膨是大降 對不對 目前看起來以年增率來看 是差不多了 但是呢這個柱狀體呢 它是核心通膨 核心的個人消費支出呢 小降一點點 前值在4.68 然後呢它降到4.62 有降啊一點點 對不對 好你看嘛 這是不是跟之前的那個 CPI指數是一樣 CPI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呢 也是這樣啊 前值4.9嘛 降到4嘛 欸真的有大降啊 跟這個是一樣的 可是你去看核心的那個CPI啊 前值5.54嘛 然後呢 上個月是5.3嘛 對不對 你看這個東西都沒有什麼降 這個東西都有降 對不對 好那原因在哪裡 你應該知道答案啊 那時候 CPI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CPI是離空啊 為什麼 因為你整個年增率降的原因是因為 對不對 你現在都是跟那個去年的5月份相比啊 去年5月份的時候那個油價是最高的時候啊 所以呢 油價從這個地方你去跟上一去年的那個最高期相比 你不降才怪啊 不降才真的有事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會讓你看到啊 怎麼搞得年增率降下來 可是呢核心的CPI也好或PCE也好 其實都沒有很明顯的降下來對不對 好那當然因為也讓大家看到真的有降啊 所以現在市場的美國市場的那種看法就是說 會不會後面不就不升息了 那會不會年底又要降息了 反正每次那個降息的那個聲音都會開始出來 所以造成說美股出現上漲了 所以把台北股市今天要往上帶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那到底會不會後面不升息了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歐元區 6月的核心通膨沒有降喔 反而開始回升喔 你看喔 歐洲地區啦 他6月的通膨率放緩的幅度超出預期一樣 好像有放緩 然後呢降到去年1月來的最低水準 可是呢核心通膨它又開始回升了 這造成什麼 歐洲央行很篤定它是要繼續升息 你還記不記得上個禮拜的時候 英國央行啊 它意外升息兩碼 就是說因為你整個核心通膨全部都降不下去 所以你說到底通膨真的有降沒降 其實現在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還很難講 所以你說啊到底後面會不會不升息 說句實話啦 好我最重要的重點 你就看這個就知道了嘛 美國10年急功在殖利率啊 PCE讓你看到好像有降下來 可是它只有跌0.4%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呢 它已經過了前高3.4嘛 然後呢禮拜五的時候呢跌下來 跌0.4%來到3.83嘛 所以它現在呢還是維持在前高那個位置區嘛 然後呢再加上這個禮拜 到禮拜四 聯準要公佈上次的會議紀錄啊 啊你公佈上次會議紀錄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超過一半人都認為後面要再升息啊 而且升息兩碼以上啊 而且呢這禮拜還有兩個 應該有兩個 兩個聯準會官員要出來談話 所以到底會不會說後面不升息 還是要繼續升息 好我們這裡也不用去猜啦 反正這個禮拜你會慢慢看到那些人啊 出來講話的內容就知道 所以呢我還是建議你啊 這地方你還是要提防啊 如果說美國10年級公債殖利率啊 這地方跌不下來還在繼續漲的話 欸它就過這個平台了嘛 那這過平台的話 它接下來會怎麼做 你看嘛 美元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稍微有小跌一點點 可是現在還在月限位置區嘛 對不對 那你10年級公債殖利率跌不下來 如果還在創高的話 不用講啊 這個地方它還是會往上漲啊 這個還是會往上漲啊 所以你說7月到底說會不會不升息 這都還很難講 而且你從那個 最近那個外資的角度來看 會更明顯的你看 我6月29號我就跟他講 反而已經有落跑的跡象 什麼叫落跑跡象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啊 外資的期貨倉位現在是2192口的多單喔 對不對 然後呢不管你是外資或是自營商啊 選擇權全部都是空單 然後呢禮拜五的時候呢外資啊 禮拜五稍微有點開低走高嘛對不對 那外資的倉位也增加 只有增加435口 現在還是只有2630口的多單耶 那你說外資是真的做多嗎 目前都看不到 所以整個重要的關鍵在哪裡 後面還是要看啊 如果美元還是在走強的話 我跟他說啊 上禮拜我就跟各位講過啊 來到這個禮拜它是一個關鍵期 什麼叫關鍵期 你注意看啊 台股今天是山上月線嘛 那我上禮拜就跟他講啊 因為這個禮拜的月線成本就開始上移啊 同樣的你台北股市喔 這地方你只能漲喔 你不能跌喔 你這地方再跌下來的話 你台北股市還是會破月線喔 所以呢以這種盤式來看 我覺得最好的走勢就是走震盪啊 就維持區間是最好的啦 但是呢當你維持區間的時候 我跟他說很多個股他會上不去啊 所以我在端午節之前我就跟他講啊 有些那種做頭股票你先賣啦 對不對 你看嘛 這些股票到現在為止啊 他還是破景線啊 破景線之後呢 你融資還在創新高嘛 所以你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 你會發現到你去亂追的 你討不到便宜啊 這種股票不是一檔兩檔 你看喔 像最近有一些除息的股票 金星科沒有上去啊 結果到現在為止呢 已經開始慢慢短期頭部出現嘛 對不對你看齁 期盤也是一樣嘛 你看齁這邊除息喔 除完息之後呢沒有鐵啊還倒貼 我把還原前息來看啊 現在就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嘛對不對 像這類型的個股最近還蠻多的啦 你看南冒 對不對啊除完息之後呢沒有上去啊 我把還原前息來看 到今天為止季線是破耶 有沒有所以呢 這一波到現在為止 尤其個股如果你去亂追的齁 你可能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大家都是漲停板嘛 每天最強的股票都有嘛 最好笑是每天那個測標寫的股票都不一樣 特朗普老師不知道你要多少檔股票啊 漲的你都要 你也沒有那麼多錢啊 那當你會想說啊老師現在到底怎麼做 好我們現在來仔細看啊 現在到底這個盤到底要怎麼去做 其實你會發現到喔 其實這一兩天啊 盤是最強的股票啊 就這一檔嘛 禮拜五長榮漲停嘛 對不對 接禮拜一啊 長榮還是漲停啊 連兩天嘛 你看喔 現在家衛在這嘛 我歡迎全資給你看 是不是上來了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這些個股喔 你看喔 有低點的時候 我都叫你買嘛 有低點我也叫你買嘛 有低點我也叫你買 對吧你看我節目 我怎麼做的 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都是我以前怎麼做的 去跟你做延伸嘛 對吧你去看喔 陽明也是一樣嘛 有低點我叫你買嘛 有低點我也叫你買啊 有低點我叫你買嘛 對吧好 你從這兩檔個股 你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你會覺得很奇怪喔 老師有低點能叫我買 然後呢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都有漲啊 第一檔買完之後都有漲啊 第一檔買完之後都有漲啊 長榮也是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都有漲啊 第一檔買完都有漲啊 第一檔買完到現在為止都有漲嘛 就算除漲之前也有漲嘛對不對 好那這兩檔個股呢 我都沒有叫你賣 好我都沒有叫你賣 我說有低檔你就先買 對不對好 為什麼 你看喔 6月8號 我說長榮陽明啊 除息大 全息大 所以我們會參加除息 我6月初就跟你講 我就是要參加除息 6月18號 在我們那個Light Edge裡面 那早上9點多了 那我就說航運股近日有氣息的賣壓 有沒有 那時候在6月快底的時候呢 航運股都沒有動 但是我說融資一路創新低嘛 但自營商一直買啊 所以表明了他是要參加除息 除息之後呢股價會變低 反而拉抬成本會變低嘛 所以呢這個地方啊 我說航運股 我建議你參加除息 對吧好那各位 這都是我之前跟你講的 那我也知道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啊老師啊那個 每次有低檔你都叫我買 低檔叫我買 低檔叫我買 全場都沒有人講航運股啊 啊就只有你講航運股 你為什麼一直都在執著上 都說航運股要買 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那各位 今天我可以跟你講答案啊 為什麼每次那個低檔 我都叫你買 低檔我都叫你買 低檔我都叫你買 原因到底在哪裡 其實之前我不願意講這個答案 其實有一些原因在啦 因為當初我們在那個低檔的時候 你注意看嘛 前面那個低檔的時候 你看陽明只有60塊多的時候 我就叫你買 常常那時候149塊附近的時候 我就叫你買 當時我們買完的時候 其實有些老師啊 他也在那邊喊航運股 那航運股為什麼會漲 原因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看到有些老師那種講法 就是看我講什麼 就拿出來跟大家講 我也覺得滿討厭的 所以後面我也不去講重點 那為什麼我說今天可以講 原因到底在哪裡 因為 航運股之前啊 你跟著其他老師做的 因為我低檔都是叫你買 我也不會說拉上去叫你追嘛 對不對 然後呢每次航運股漲上來的時候 一堆老師都叫你追啊 追一追之後呢 除期之前全部賣掉 你看啊 之前我都低檔叫你買 低檔叫你買嘛 啊一堆老師就是拼命叫你追啊 拼命叫你追嘛 追到最後呢上個禮拜 全部都賣掉 還說自己是航海王 因為你正在上海 王林輝說賣掉追低點 所以呢 高檔再買啊低檔再殺 這叫做專業 然後呢殺掉之後呢 每天再跟你講說啊 我什麼東西股票漲停板 我說句實話啦 如果夠專業 不需要去搞這種小手段 好 那我們今天就去跟大家講解原因 為什麼 全場都沒有人跟你講航運股啊 那為什麼就只有我這個人 一直跟你講那個航運股 低檔你要買低檔你要買 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不好 先講答案啊 陽明今年的高點721嘛 長榮我把它還原到 除期之前的價位嘛 來再來一次 他前高179.5嘛對不對 他沒有我跟你講 那前高都不是高點 我看到的東西前高不是高點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直接來看 每次低檔航運股 我都低檔叫你買 其實老實說啦 要拉高的時候 我隨時都可以賣啦 但是我不賣是因為 我認為那前高不會是高點 關鍵點到底在哪裡 其實那個東西也是跟 國際金融有關啊 好你去看喔 4月初的時候 4月初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講過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上面是BDI指數 這下面是長榮的線型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幾年以來你會發現到 欸 長榮的走勢好像 跟BDI的走勢 有點雷同喔 有沒有 是不是有點雷同 好 但是我跟各位講喔 不能說雷同 為什麼 我要怎麼比喔 我不知道你在圖形 在電視上 你看不看得懂 它的高點在這地方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的BDI的指數 我就這樣直接上來 那時候BDI指數後面還有的高點 可是你去看BDI指數操作的時候 長榮已經跌下來 有那個時間差喔 你注意看喔 BDI指數呢 在這個地方是高點嘛 結果你現在把它往下化 很直嘛 結果呢 它在高點的時候還是低點 結果後來呢 長榮後面還有高點 對不對 好 這就代表著什麼 很多人都是跟你講 BDI指數怎麼樣 然後那個什麼 航運股怎麼樣 我跟你講喔 那是雷同而已 但是呢 那不是真的指標 好不好 那到底 航運股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的高點 我不認為是高點喔 這個地方的高點 我不認為是高點啊 原因到底在哪裡 因為 BDI有一個先行指標 那這個先行指標 其實我之前有 跟大家講一下 就像我剛剛說的原因嘛 每次我講什麼 那些 跟著後面做的老師就拿東西 拿拿我的東西來跟你講 說自己是航海王 好啦 股票都賣到最低點了 很好笑啦 買最高賣最低啦 能有多強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為什麼說 航運股 我認為你要參加除息 增加除息完之後呢 我認為這個高點 前面高點都不是高點 原因在哪裡 因為這裡有一個關鍵點 BDI指數 要怎麼樣才能夠整 它的先行指標在哪裡 同樣 我跟你講 先行指標在鐵礦砂 再看一面 先行指標在鐵礦砂 因為鐵礦砂它是所有工業裡面的先行指標 只要這個先行指標一動 其實很多產業 比方說像什麼 房地產的那些產業 它其實都不會太弱 那你最近會發現到嘛 美國核心CPI為什麼降不下來 因為房地產很好啊 所以你說美國經濟真的不好嗎 也不會啊 或好或壞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的核心CPI降不下來 是因為它的房地產下不來 那你房地產下不來就代表什麼 你鐵礦砂是有機會的 如果你去做比對 因為我今天比較沒有時間 如果你稍微去做一下比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以成論的股價 跟鐵礦砂的走勢面來看 其實那個高點幾乎都差不多 其實那個高點都差不多 所以你說到底航運股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它的指標到底在哪裡 你看鐵礦砂嘛 鐵礦砂在這波的走勢裡面 前面差不多這一年來的高點 現在只差一成多左右 也就是說鐵礦 你看最近那個房地產 全部都跌不下來啊 這代表說鐵礦砂需要用到啊 對不對 鐵礦砂的股價來看 鐵礦砂的走勢面來看 現在離前高只差一成左右嘛 那如果說你這個鐵礦砂的走勢呢 能夠再去突破前高的話 我跟他講齁 這些航運類股啊 我說 為什麼前高不是問題 如果說連鐵礦砂都能夠過前高的時候 那個BDI指數一定標 都要用船去運那個鐵礦砂嘛 那不是小量喔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呢 當鐵礦砂一起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啊 航運類股怎麼可能只長這樣 錢高都不是問題啊 有沒有 錢高都不是問題啊 所以航運類股在我所看到的東西 不是那一點點而已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為什麼每次有低點我都叫你買 因為很多時候喔 有些東西它是可以讓你穩賺 穩賺的你又不賺 你就喜歡去追那個漲停板 你就喜歡那個富貴險中求 到底險中求你有沒有賺到 我說我不知道嘛 因為我看到每天 一堆老師那個漲停板他都有啊 每天那個測標那個漲的股票 都不一樣嘛 我就說啊 要不然你就買一堆啊 你說老師我沒有買一堆 沒有買一堆你也沒有那些股票啊 為什麼 那組別很多嘛 我會員只有三組啊 普特尊頭顧就是這樣子 最基本就是這樣 可是那些老師把他的組別 弄到六組八組以上 每一組再給你五檔股票 那當然你都沒有嘛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呢 當然有第一檔我都叫你買嘛 當然有第一檔我都叫你買嘛 現在就讓你看到了 幾乎都已經快到前高的位置區了 對不對 那我就說啊 前高不是問題啊 前高怎麼會是問題 鐵礦砂只差一層多就要創新高啦 創這一年多的新高啊 當你鐵礦砂一起來的時候 BDI就起來了 那你整個長榮陽明 他的股價幾乎都是跟鐵礦砂一起走的 所以我就看到鐵礦砂它不跌啊 甚至都要有機會創新高 所以我說這些個股啊 你第一檔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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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現在要怎麼去買 明天要除息的陽明啊 今天都快攻上漲停了 對了 啊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我就說嘛 你想想看啊這些點啊 這些點啊 不要說我一定都買最低嘛 如果以均價來看啊 我們就稍微概括算一下 60.7 60.9 63.4嘛 60.3 60.6嘛 到60.6嘛 這次加加起來 你把它平均一下 我們成本大概只有在61塊多左右 所以到今天為止你看啊 股價都已經拿到21塊多啊 啊如果你錢高都不是問題的話 我問你啊為什麼低檔你不買 啊老師我喜歡那個漲停嘛 然後去追去追去追 真的啊去追啊 他說你不用跟我客氣 你也不用相信說我跟你說的嘛 問題是你到底有沒有賺到錢嘛 還是說你老師講的你都沒有 還是說把股票賣到最低點 高點叫你追賣到最低點 然後每天跟你講 你看我現在的股票是漲停板 你選的是分析師還是叫賣哥啊 如果有真的專業 我說不用去搞那些小動作 真的不用去搞那些小動作啊 對不對 而且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 我舉利益檔個股給你看嘛 這檔個股你之前也聽我講過了嘛 台華投控嘛 那時候我們在66塊半66塊8買的嘛 今天漲停啊 懷孕先生給你看 創新高啊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們低檔買完之後 我們去除息嘛 除息完之後呢 今天又創新高嘛 這就代表什麼 今天我要讓你賺了股息之外呢 還要去賺XX 今天不是只賺股息喔 還有XX要賺啊 那到現在為止也是一樣嘛 以長榮陽明來看 你當初看我節目的 你低檔買你低檔有買 你現在都是賺錢啊 我跟你講那個高點我都沒有叫你去追 如果你是自己做動作 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都是叫你低檔買 所以呢 我要跟各位講喔 這些個股啊 從你跟著我低檔買低檔買 現在都創新高 可是沒有你都賺到錢了 你要賣你隨時都可以賣 好不好 那這些個股呢 我就不再幫你追蹤了 後面怎麼做我是帶會員做 那我已經跟他講過了嘛 錢高我認為不是問題啊 錢高不是問題啊 所以有些個股能夠穩穩當當讓你賺 你不賺 你偏偏要去富貴險中求 然後呢要這個追一下那個追一下 三不五十去追高 有沒有賺希望你都賺錢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說喔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像之前啊你要記得聯電嗎 去年10月我叫你去買聯電 我們一個波段我是賺五成啊 後面才去賣的 那現在的長榮跟陽明 我預計啊 他後面的實力會比聯電還要來得強 只是因為我看到的東西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解惑了 因為今天終於可以講了 為什麼我會一直跟你講說 那個有低點你要買 你現在知道原因了嘛 對不對 反正你都是賺錢啊 你跟著我做都是賺錢啊 那接下來後面要賺多少 我不再追蹤了 我就帶會員做了 你要賣你隨時可以賣好不好 那當然你要賺多一點的 我建議你跟著一起來 富貴穩中求50%扶你到年底 好不好 後面的長榮壓明有沒有機會賺一倍 沒關係我們真的拭目以待 好不好 認同的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兒回來 運達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求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額滿皆知 書博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求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額滿皆知 書博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回到現場 台北股市呢 在今天是出現上漲 不過我剛好跟大家講過 後面的升息的儀利還在 那這禮拜盤不能抵 一跌又破月線 所以很多個股你不能亂追 可是我要跟會說 富貴可以穩中求 這兩天最強的就是長榮 有沒有 那今天陽明也都起來了 那你今天看我節目 都是買在低檔 所以現在你都是賺錢 你要賣你就賣 你要賣你就賣 接下來我也不幫你追蹤了 後面要怎麼帶會員座 我們也穩穩蕩蕩的 去帶會員去賺他一大波 那如果說你今天認同 我們操作方式的 各位富貴穩中求 你要選中求還穩中求 你自己選 58扶你到年底 認同我們的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看來練習主持人 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致賦投資風險